清晨东方欲晓 早七点 尹志宏抵达了南阳 他仿佛一夜老了十岁 法医是 尹先生 您是否确定 他就是您的女儿尹墨 尹先生 这三位遇难死者 也要麻烦您辨认一下 让我看看 他一顺不顺地 看着烧焦的尹墨 身形和体征 已经很难和他生前的模样重叠 但手上的腕表 以及右上臂 没有烧焦的枪伤疤痕 都是他熟悉的墨墨 是 是我女儿 半小时后 尹志宏也在交通队长的口中 得知到了更多的信息 你是说 赵氏逃逸的司机就肯 尹先生 目前还不能确定 嫌疑人就是他 但是您也看到了 资料显示 几个月前 此人确实在南阳出现过 他还曾以萧叶辉的名义 给南阳秘书长送过礼金 不过您放心 警署已经发出了悬赏令 一定会尽快抓捕 陶义司机归案 还您女儿一个功道 一天后 眼墨的尸体被火化 尹志宏一夜白头 抱着他的骨盔盒 离开了这片伤心地 他没打算等到 嫌疑人落网 因为没有必要 嫌疑人 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尹志宏这辈子 引以为傲的信仰 轻刻间崩塌覆灭 他的女儿 不是遭遇了意外 而是 被公爵夫秘密暗杀了 不要心软 嗯 这样就能打破 我爸的愚重吗 也许 除非他能无视 彩尔曼杀他女儿的事实 那这样的父亲 你也没必要再相认了 彩尔曼杀了我 好了 从今天开始 安心待在那样 公爵府 以后再也不会有尹莫了 上午 一行人回到了公馆 叶莫内心备受煎熬 简单地吃了几口饭 就躲进了客房 李翘也没打搅他 给足了时间和空间 让他平复心情